開始講了,今期的新的轉彈到底值不值得抽 首先開始講跳舞城 跳舞城中距是A,長距是A,是圖馬,不單是圖,其實是大圖 稍後會再講,它有成長加成速度10%,力量10%和根性10% 沒有智力和耐力,大圖沒有耐力加成,這一點要留意 它固有Billions of stars,說的是中盤即是尾盤 尾盤的最終直線,如果你是排第一位,就會提高你的速度 提速技來的,提速0.25,基準時間5秒 如果你是在尾盤開始,簡單來說就是 我跑這個角色入到尾盤,因為跑第一名,所以我開這個固有 他開這個固有,一般來說是0.25 但如果他會根據你在道中的時候入到尾盤之前 你領先多少,就會強化他的固有 如果是4馬身之內,就會繼續0.25 如果是4馬身至10馬身,即是9.9馬身 你當是0.35,如果你是大或是10馬身,就會有0.45 最終直線,完全是一個衝刺的技能 由於他有這個固有的關係 由於他有這個固有的關係 其實都可以告訴你,如果你是跑大圖 你是越容易能夠做到這個0.45的效果 因為只有你一個大圖,沒有第二個大圖跟你去競爭 基本上你跑到進去最終直線的話 如果你開到這個固有的話,理論上都應該是0.45 他另外自帶兩個技能都是提速技 脫出術,大家知道是什麼 進化後就會變成0.45 即是0.35變0.45 然後這個 這個技能 第一次見到是在玉祖十字 玉祖十字本身也是在自帶這個技能 就是當你在道中開三個技能的話,他就會開 這個技能的強化版本 他的強化版本也是0.45 由0.35變0.45 意思是你有兩個道中的技能都是0.45的提速技 所以可以說 他是一個 因為他本身是中距離 他本身自帶的也是中距離 當然他兩個金技沒有說是中距離或長距離 但是由於他另外其他自帶的八技是中距離的關係 所以你也可以說他會是一個中距離突化的大圖 你跑長距離可以嗎? 都可以的 但是由於他沒有耐力加成的關係 所以就跑長距離的大圖 我會覺得你會比較麻煩一點 加上他有跟性加成 始終中距離 很多賽道 跟性加成是有意義的 有意義過你的長距離 所以就變成你可以當他是中距離突化的大圖 近來來說有很多大圖都是跑中距離 包括零六 又或者是 其他 剛好近來出的幾隻大圖 但是他這個角色 也有的就是他沒有出閘技 他是完全沒有出閘技 他不學次 例如說你換裝的零六 他還有覺得Yori 是中距離專用的出閘技 加速技 他沒有 其實大圖 他的特色就是出閘後跑最快 比圖馬快 所以才變成在之前的玉城 就是三女神盃的時候 為什麼有人會叫你 如果你學大圖的話 麻煩你學男女神的金技能 原因就是如果你開中了的話 你會在開閘的時候 你能夠拋一個很大的距離 他的目的就是這樣 但是問題上 跳舞城是沒有這樣的 另外他也沒有 尾盤的加速技 你全部都要補 所以他只有提速技 以及所謂的充斥用的固有 另外這一點也留意 就是由於他是最終直線才開 最終直線 各個賽隊有點不太誇張 有些賽道的話 最終直線真的會排得比較厚 例如說 如果你真的拿他去跑 去跑 長距離的話 2500米 有馬紀念 最終直線很短 即是終點前300米 你在那時候才開固有 其實老實說 真的是嚴遲了一點 當然 如果你說海船門那類 海船門不怕 最終直線長得不得了 或者是東京那幾個 2400米 也很長 所以就沒有所謂 但是就是要留意這一點 但是 我自己這樣說 其實這個角色的技能是沒有廢技的 基本上沒有廢技 除了快速的奇怪之外 但是本身沒有特別差的技能 每個技能都可以學 也是有他的存在價值 但是 我個人會覺得這個角色是 沒有很決定性的優勢 什麼是決定性的優勢 就是當你看到這個角色的時候 你下意識也覺得他很厲害 我覺得這個角色在某些場合 會很好用 又或者他很煩用 基本上我跑某一個距離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出他 跳舞城 我只看來看 就 不是很覺 不是很覺有這個 特別是大屠 始終大屠 我到今天為止 日服的這一刻 我都會覺得 是一種 你叫浪漫型的角色 就是浪漫跑法 大屠跑得贏的很浪漫 又或者是屬於一種戰略型的角色 什麼叫戰略型的角色 我再拿有馬紀念去做個舉例 我在幼馬紀念 剛剛出了不久的12月 浪杯幼馬紀念的出馬 即出馬與攻略的時候 有提過 如果你想用圖馬做主力的話 你除了雙圖之外 你可以考慮出一大圖 即一大圖 二普通圖馬去跑 大圖的功用不是真的拿來跑贏的 大圖的用途是讓你拉長整個戰線 意思就是說 大家知道 長距離 鮮行馬很厲害 因為他有怪物 你真的被他開到怪物 你前面所有圖馬都會輸 他一定追得過你 但問題是 如果你的大圖是拉超級長 然後大圖後面還有兩隻圖馬 可以得到鮮行馬是沒有辦法開的怪物 他開不到怪物就先輸 不能玩 同樣的道理就是 如果你的戰線拉得超級長 其實 叉馬和追馬是追不及上來的 他會有機會追不及上來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算我大圖去到最終直線的時候 即我去到尾盤的時候 因為大圖入尾盤是跑最慢的 那我圖馬 我圖馬也有其他加速技可以開 雖然要學齊真的比較難 但問題上 我被我後面那兩隻圖馬追過了 那我就贏了 那大圖的用途其實是有點戰略性的 也可以說 我一隻大圖加雙圖只有三隻馬 影響過整個賽事 可能不是太大 但問題是 如果你旁邊那兩個對手 也不小心出了圖馬的話 那後面那堆先叉追就不用玩了 是輸贏的 不能打的 你前面一大堆圖後面先叉追 不能贏的 根本贏到的 一定是圖馬自己慢慢跑的 所以是變成這樣的用法 大圖是會有這樣的用法的 那 講到底就是 我個人覺得結論是 如果你真的主要玩圖馬 那你想有多幾隻圖馬 那因為我主要玩圖馬的關係 我可能會落到大圖 然後拿去做戰略用的 那你可以去抽 那 如果不是的話 就 有愛才抽 對 有愛才抽 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這個 跳舞城也沒有大問題 那 就是 Erik Poon 出三大圖 我這樣說 其實 今天出大圖 就不要太過考慮去競爭 因為你出大圖要求那個的 那個的需求 實在是大家很習慣 也都你要去考慮 要去說 我還要做完競爭的話 其實就是代表著 你要怎樣 五屬超人 對 很明顯 很明顯 告訴你 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如果真的有另一個人出大圖 就大家一起抱著一起死 那你也沒有辦法 但是 亦都可以肯定的是 其實今天出大圖的人是不多 真的不多 我覺得沒有什麼人去 不是太有膽識去做這件事 所以如果你真的出大圖 戰略性的話 你就當你是 整場只有你一個大圖 這樣會是想的比較好一點 所以跳舞城的情況就是這樣 好了 然後就到這個 然後就到這個支援卡 支援卡比較多 我亦都相信 我亦都相信 這個支援卡 是 人們會比較想 低的 是 這次的 最大的焦點 內力卡 萬賴真鳴 那是讀賴字的 我應該沒有讀錯 萬賴真鳴 萬賴真鳴 他有65%的得意率 有30%的友情加成 這裏有5%的訓練效果加成,但再加上固有的話會有15% 固有其實這裏所說的就是我6張支援卡,如果我編排了4個種類或者以上的話就會增加10%給你 要編4種類其實不是很難的 我舉個例子,你用耐力卡肯定是你跑中距離2400米或長距離才會用的 你會用到出道卡,一種類,已經是第一個種類了,你會下至力卡,你一定要下第二種 然後你會下有人卡又或者團體卡,你會下第三種,你再下耐力卡就有四種了 所以你會覺得這個四種類就不是太複雜,不用想太複雜 如果它有五種類就死定了,但四種類是可以的 所以這15%的訓練加成你是能夠拿到手 再加上這個40%的心情加成 但是40%的心情加成就...你當它有五種類似5%、6%、7%左右的訓練加成 主要是這樣 還有一個耐力加1,差點忘了說 所以整體來說,它到底有多厲害呢?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遊戲規復去看看吧 借這個遊戲規復去看看吧 好,放大 小海灣的最大對手只有一個 因為大家都只想看小海灣 小海灣就看到了,低熱率55,65 有情加乘是稍微低低的 但是他有這個深情加乘補 然後清凌效果因爲5加10,所以15是一模一樣 結果就是這樣,28,12,27,11 勁少少,勁少少 這個萬賴真鳴是勁少少 他是不是勁很多呢?又不是 他又不是說勁得勁很多 什麼是勁得勁很多呢? 舉個例子就是當我們一直在URA 然後青春杯,我們還在用小北的時候 來到這個巔峰賽,突然間給了一隻 成田路 由小北跳到成田路是一個非常大的距離 但是問題上就是 你說小海灣跳到這個萬賴真鳴就是加了少少 他的幅度是微不足道 你也真的可以這樣說 但是問題上除了他訓練之外 你也會發現他有少少東西都是比小海灣更厲害 這裡 你看到他軒的技能 就是軒的加乘就是 軒的加乘 小海灣就知道就是零 就是學技LV1 他學的 LV2 因為這裡是LV1 所以你學軒是LV2 軒發生率上升20% 可有可無 我都不太覺得20%左右有多少 總之他不是學LV1 學LV2 但學LV2其實都很厲害 不過叫做好過沒有 他的技能方面挺有趣 他的技能就真的可以說是 泛用技 我們一直在說其他支援卡的時候 都可能說 他是圖馬專用 任何角質都可以用 當然 你直線回復 我猜你短距離是不會學 但是 總之就是這樣 你說這些 Azobi Ossimai Sriple Stream 中盤考者 新技 聚盤考者 聚盤考者 中盤考者 新技 這些都是無關距離 無關腳質 任用的 是的 真的很犯用 但我個人覺得是LV2 如果他有LV4 那就真的無敵了 不過我會LV2 OK不要緊 他的金技是送什麼呢 他的金技是送 疾風一文字 又或者是好轉一式 即是直線回復的金技 2選1 我可以說 如果是以前的話 好轉一式真的沒什麼用 但問題上 因為他改版 大家知道好轉一式 他就會變成在道中的直線 一進到直線就跟你開 他不是整條直線隨機 是一進直線就跟你開 絕大部分場合之下 他都可以在位置調整 即是位置調整的判定之前開 如果以前的話 就算他入到道中立即開 也好 我們都覺得也不太大的緊要 但是2.5周年開了這個位置調整機制之後 在位置調整機制之前跟你開的回復機 就變得非常重要了 因為在上次 2500米有馬紀念可能你不太清楚 但是上次的杯賽 海旋門 我相信過很多人都會覺得 就是如果你在海旋門 純粹只是學小海灣那招的回復的話 你會發覺 你是會耐力溫存的 原因就是因為他剛剛好去判定可以開回復機的時候 就是他開位置調整那個判定的位置 所以變了很多人都會建議 就麻煩你學一個早點開的回復機 百技都好 就是讓你去浪高你的耐力 令你不會耐力溫存 因為你耐力溫存的話 你的馬就不用向前衝了 但是 就是這樣說法 如果你旁邊的位置調整機制 即是位置調整機制 開了的話 他一定會跑法過你 情況是這樣 所以就變了這個好轉一式 動機都真的非常明顯 就是用來給你去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用來給你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就變了 多謝這個小創作 多謝你 非常多謝你的資助 非常多謝你 那說回來 回到這張萬賴真鳴 所以都變了這張卡 多過動機 技能很明顯 然後 其他所有的東西 都比小開灣 厲害 厲害 不多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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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可以認為這張卡 是拿來當作小開灣的上位替代品 我覺得這樣去評價應該沒錯 應該沒錯 應該沒錯 你會想用這張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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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張卡 我會覺得是值得一抽 值得一抽 值得一抽 這張卡 是不是真的人權 因為一張支援卡 到底能不能夠上升到T0 人權 非錯不可 需要少少時間去驗證 因為這張卡剛剛才出 很多人都沒有用過 很多人的評價都是暫時去看著這堆紙面 然後給你一個評價 所以我也不太喜歡這麼快去說這張人權 因為有少少事情大家都可以去考慮 就算我沒有這張卡 我的回復技 我可不可以說 我某些角色 其實某些角色 他都會比較早開這個回復技 他未必是一定要強迫你 一定要用小開灣 然後才可以學到回復技 或者你也像之前的三千米 我學過百技去頂著才行 我是不是一定要學過金技去頂呢 也未必 我之後再加一個百技 然後再加一個小開灣 其實實際上我都可以 滿足到我的耐力需求 又滿足到我的位置調整需求 對 你可以這樣去想 又或者就是 我也要看的是賽道 例如說 東京2400米 其實東京2400米的位置 就是彎道回復的判定位置 就是你一出閘 在序盤開始的那一條彎道 所以就變成了 無論如何 是一定 會在 只要他摘色仔沒有錯的話 是一定會在位置判定 發動之前 就會跟你開了回復技 基本上也是 所以不需要擔憂 又是說 我學彎道回復 到底有沒有問題 不用怕 如果你是跑東京2400米 你是不用怕 但是當然 如果你是跑3200米 或是跑3000米 的話 彎道回復確實實 就是在判定之後 所以就變成 直線回復會有優勢 但是怎樣都好 我剛才也有提及過 我可不可以拿白回復頂著呢 雖然今天的耐力也不是很難升高 我都可能會有其他的方式去避免 我沒有學到直線回復這樣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是否非抽不可 有好似未必 但是 不過始終也是那句 有是絕對有優勢的 一來你不需要煩惱我剛才所說的所有事情 二來就是 就算你真的要煩惱也好 如果我有這張卡 那我就可以有更加 多的選擇去用其他卡 對 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我個人會說 值得一抽 如果你有抽回來的話 絕對可以 絕對有用 絕對有用 對 只要就是這樣 好了 所以今天 就是這次的詞 就是這次的總結 這次的新詞 總結 跳舞城 就 你說過了也沒所謂 但是支援卡 如果你有這個能力的話 他抽都無防 也會有用 當然 又或者你這樣說 我一年跑得幾次長距離 我一年跑得幾次海船門 這樣 不是很多次的 我跑英里或一跑短距離 就不可能用這張卡 但是就 如果你是想在跑長距離的時候 你會有優勢的話 抽回來就會OK 會OK的 主要就是這樣